你这个四步呢 大小在哪里 所以请你点第一点在这里 点第二点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外框的这里 刚好就是符合我们的那个配置的这个框框点下去 好接下来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的变成小小的四块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这个四步 特别注意哦 它是一个四步 你如果移到框框上面 它就会告诉你这个是一个镜头 就有点像我的摄影机 你请问一下你这个摄影机要对准哪一个元件 你就特别注意到 请你在里面点两下 这个四步点两下 然后呢 请你往前推 这个地方请你往前推 然后呢 可以再把它移动 这有时候不太好超 外面的话再点两下 它要跳回来 这个旧的四步 把它清掉 把它delete掉 旧的会残留 所以请你把旧的四步把它清掉 然后这边的话呢 再移过来 移过来 有没有发现 它只会点两下 它就只会移动 右 左上的那个镜头 好 那结束之后呢 请你再点这个 点两下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往前推 它可以推得到 那表示说你现在在这个镜头里面 所以你不能够控制外面的 把它往前推 OK 那这样的话 那在这个点两下 然后往前推 往前推 往前推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点两下 往前推 往前推 OK 那这样你会发现 嗯 好像四个镜头 各自带到四个主角 不会混在一起 而且很清楚 多大就刚刚好 好 好 这样来的话 特别是说 现在的焦点在这里 所以你就把 在外面再点两下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 这时候还是在里面 这个地方框框这里 点两下 那点两下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焦点 移到外面 移到外面来 这个现在是在 这个四部里面 再缩放一下 移动 然后 外面的四 最后的话 OK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就外面点两下 我们的焦点 就是跑到外面 这个时候呢 调整好之后 一样的方法 请你再做出图 那出图的流程一样 第一步 请你选择什么 PNG 然后选这一个 对不对 第二个选哪一个 视窗 对不对 然后呢 把它怎么样呢 这个范围 框起来就好了 这个是我们要出图的范围 然后布满纸张 至终 预览一下 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要 有没有发现 图就变大了 对不对 然后刚好在中间 好 没问题的话呢 就直接 这个就 回到刚刚预览的画面 然后呢 做什么 做一个确定 然后把这个结果 再存一次 名称一样 就是你的学号 姓名 001 按储存 然后把它覆盖过去好了 OK 这样就出图完毕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帮我输出成一个 PNG的图档 OK PNG图档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OK 好 那这个图就是我刚刚做的 那其他的你可以001 002 003 一直在推 好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刚刚的重点再提示一下 我怕你们这个操作 第一个把四部叫出来 第二个按这个地方一下 然后选择四等分 那会改的 看3D 这几个都改成东南概念 东南概念 都东南概念 然后改完之后的话呢 进到里面 特别注意就是说 再去调整里面的大小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